再来关心华丽县议会第19届第17次临时会 明天将要开议 而备受争议的序幕条例以及矿石碎 也将会再次的来进行审议 两条地方制制条例是否可以三读通过 也将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发展 华丽县议会第19届第17次临时会 21号将进行37项提案的审议 其中在上一会期 没有进行三读会的序幕业制制条例 也将会在第17次临时会上进行三读 第19届第17次临时会 最具争议的两项制制条例 矿石碎与序幕条例 对地方产业发展影响深远 也成为了各方环保团体最具关注的焦点 在民意基础与舆论的检视下 第19届第17次临时会 不论做任何的决议 对花莲的序幕与矿石产业的发展与变化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